再來的話 上面我只有增加一個就是Sales.clearContent 意思是說如果重新再跑一次的話 就把舊的刪掉而已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說重新再一次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可以把舊的刪掉 像我剛剛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再來 當然如果你不是的話 那你可以再多一個清楚 那個加不加其實無所謂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想 我是希望可以把這個程式怎麼樣 做成那個共用的sup 我們本來的程式 應該這邊是沒有加這個 那我先跑這個 基本上因為這個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主要花時間就是要把總共有7個網址 要把它變成一個陣列 一個陣列 那如何把它變成陣列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要利用一個函數叫array 你可以用array這個函數 裡面的話就是可以把你要放的陣列資料通通放進去 ok 所以總共會有7個啦 那這7個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要找的話 我是有把它 剛剛有 我把它複製貼到這邊啦 所以一個 兩個 三個 一直底下到這邊 都12月的部分 所以總共會有7個連結 但這7個連結呢 以前的話如果你要圖把鏈 裡面一個一個慢慢貼 但如果說你今天要希望能夠跑個回圈 它就自動幫我跑7個連結 那這個時候我要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們原來原始的程式是這樣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 這個底下我先刪一下 從這個地方重來一下 那怎麼樣建 這個地方 這個上面加這個 這個本來是沒有的 有沒有 原來是長這樣 那這個本來是一個網址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第一個 如果有7個連結 那底下第一個 如何建立一個陣列 那陣列的話呢 第一個我前面加一個名稱 叫array 這個名稱我自己取的啦 OK 那等於的話 後面的話就是什麼 等於array 然後呢 小瓜糊 後面的話呢 一定就是什麼 一定就是 再一個小瓜糊 有沒有 這樣子 那裡面的話就是放什麼 第一個連結 構點 第二個連結 第三個 有沒有 意思類推啦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它放進去 因為太長了 你沒辦法把它縮短 OK 除非說你怎樣 再把它用縮短 GG點GG把它縮短 再放過來 這樣有點多此一舉的感覺 OK 不然可以跟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承辦人員跟他講 可不可以幫王子縮短一點 我不要那麼長 好 那所以呢 我就是把它貼上去而已 那貼的部分的話 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喔 你前後都要加這個所謂的雙引號 所以你貼第一個之後的話 後面前後雙引號 然後再加個豆點 對不對 那理論上後面是要再接第二個 有沒有 第二個 然後呢 再到後面 喜歡按一個END啦 跳到後面去 然後再跳第三個 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喔 以後這個程式喔 哇 你每次都這樣拉過去 喔 好長對不對 所以呢 我這邊有多做了一個動作 怎麼樣呢 把它換行 但換行特別重要 你不能隨便換喔 你那個 一般習慣會在哪裡呢 在豆點的後面 多一個空白 多一個底線 再按個ENTER 空白加底線 在哪裡 豆點的後面喔 你這個時候按ENTER 它才會把上一行跟下一行 當成同一行 你不能說你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像一般的習慣 直接這邊按ENTER 馬上出錯 為什麼 因為它不認 它不知道說 原來你上一行跟下一行是同一行喔 所以呢 如果你上一行要跟下一行同一行的話 記得喔 先空白線 再加一個底線 然後再按ENTER 這樣就OK了 所以一個、兩個、三個 七個 好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最後一個 就是再加一個後瓜弧 那我們就建了一個陣列了 那這個陣列的話呢 它的編號從0開始 所以0到6 總共7個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啦 第一個喔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 接下來就怎麼樣 欸 剛剛跑了 一個對不對 那UIL這個地方 UIL本來是跑第一個 這個我先 我剛剛有改過 把這個 假設這個地方 這個UIL要把它改 改成什麼 改成 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這邊的話呢 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1 本來是A1對不對 那所以喔 這邊跟這邊 是我們要傳遞參數的地方 那怎麼傳喔 首先第一個喔 我們 這前雙也好像沒加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 針對這個回 這個陣列 我們跑一個回圈 4回圈 4I等於0到多少呢 你7個大概從0開始啊 所以編號應該多少 6 對到6而已 不過喔 跟各位講這個數字喔 如果你不想知道這個數字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還記得有個函數嗎 這個陣列的最大編號 有沒有 還記得嗎 有教過吧對不對 很重喔 很重要喔 叫什麼 U U棒 有沒有 OK 還記得嗎 有印象嗎 有沒有 AR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牽涉到陣列的話 這個U棒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U棒通常是找那個 陣列最大的編號 你就不用每次都輸入6 因為現在如果可能不一定是6的話 可能會變的話 那你怎麼辦 你每次都要改成4了 OK 那這邊的話就把什麼 把這個陣列放到這裡來就好了 這個陣列呢 把他放到這個U棒的那個 這個函數裡面 他回來就會跟你講是6了 所以0到6然後 next 好 意思就是說喔 這個時候呢 幫我一個一個抓出來上面的這個 這個網址 然後丟到哪裡呢 丟給他 所以喔 將來呢 我必須要傳給上面的這一個sab 那這個sab原來不是共用的sab 我要改 所以要改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呢 第一個 我這個網址有沒有 要把它改成 用array哪一個丟過來 所以喔 第一個呢 這個 我用什麼 名稱叫URL好了 這名稱自己取 URL 逗點 第二個的話呢 我這邊R A1 這個E不是用也都E啦 所以我給他一個参數叫R好了 習慣用一個簡單的名稱 那我就把這個字串前後雙引號的位置喔 本來怎麼樣 其實直接delete掉 把它改一個 改一個什麼 改一個 應該本來是 本來是前後雙引號啦 我剛剛已經有改過了 所以喔 就是把它 把那個字串切開來 然後後面放一個end什麼 endUi 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網址 比如說我放在後面 然後串在這個分號的後面 他就知道 是一個test的網址喔 然後後面的話呢 這個是rangeA1對不對 然後 因為這個E應該已經到最右邊了 所以我前面講過 你直接把這個E delete掉 然後移到外面加一個 空白and 空白r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OK 就改兩個地方而已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什麼 再把這個裡面要呼叫他的 直接加一個call 我呼叫他 因為他共用嘛 對不對 我call他 然後傳兩個參數給他 第一個 那我call什麼 call他 所以我就call 然後後面呢 空一格 加一個什麼 零售市場 然後 刮幅 再來的話呢 UIL他問我 UIL你要給我一下 UIL要在這裡 所以就把這個 arrayUIL的第幾個 第i一個 有沒有 所以喔 你就小瓜糊加一個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他第一次就抓第一個網址 第二次抓第二個網址 一直可以推 對齁 豆點 再一個r 可是問題這個r 現在沒有存在啊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在這個上面 再去想想看 r要怎麼產生 特別注意喔 如果當它完全空白的話 那它r應該等於多少 等於1嘛 可是如果它裡面 假設有資料的話 那應該要向下追蹤 加1嘛 所以喔 這邊可能要做一個邏輯判斷喔 如果 如果它完全空白的 如果 那怎麼知道完全空白 我一般習慣是 檢查第一個儲存格就好了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代表 Range 當然你檢查其他也可以 Range的A1 這個儲存格裡面假設是空的 then 那表示什麼 它基本上完全沒有資料 OK ender兩下 打一個l 反之怎麼樣 再打一個enderif 我習慣先把結構先打完 如果呢 這個裡面沒有 那r等於多少 等於1嘛 那反之的話呢 那如果有資料囉 那等於什麼 幫我向下追蹤 加1就對了 向下追蹤到最下面列 所以我從A1 向下追蹤的話 點end 這個應該不陌生喔 錢瓜糊 向下追蹤到的列 吹喔 懷傳給我 然後幫我怎麼樣 加1 這樣OK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這樣我們已經寫好了 誒 誒 程式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OK 誒 再來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不過 因為這個比數會很多啦 所以會跑得比較久一點點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程式應該都沒有什麼 太奇怪的東西出現啦 可能會比較要適應的就是說 這個array 這array喔 如果你要建一個array 一定是 array的變數名稱等於array 然後括弧 你就給幾個東西就對了 OK 這樣子 然後以後如果你要存取它的話 就是利用array 所以URL刮虎第幾個 所以我是從0到6 它一個一個抓 然後一個一個傳給它 然後呢 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 OK 所以完成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我就按F8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說 這裡面到底放什麼 你可以有個方法 按右鍵 右鍵 因為你游標放上面 這個變數裡面很多東西 所以它沒辦法顯示 如果你要看到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按右鍵 新增監看式 CtrlG 可能要print比較麻煩 這個比較簡單 新增監看式 比較容易觀看 然後你就把它按確定 底下就有個眼鏡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array的話就是0到6 裡面放這麼多網址 有沒有 OK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吧 如果你以後要去追蹤 那個正列裡面放什麼的話 可以用新增監看式 會比較容易去查看 那個變數裡面放的東西 好 再來的話 底下就是一樣 我把它全部再執行 所以再來的話 它就先抓第一個 然後因為a1裡面空的 所以現在r等於e 它就把目前的這個網址 跟這個e傳到這邊來 所以它傳過來了 它接到了 然後就再幫我針對這個url去連線 然後呢 最後把它放在a1 OK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Refresh 就抓到了 抓到之後的話 它就幫我把它放下來 它好像感覺上沒有那麼快 是不是資料太多 還是怎麼樣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跑到這邊來了 再來的話 一樣 就下一個 它又離開 Nex 它又彈回來了 這個時候 URL 這個I因為變成1 所以就抓第二個資料 過來 然後呢 因為r等於 r等於 r現在已經有 r1 這個a1有資料 所以呢 向下追蹤 r這個時候呢 就等於24476 沒錯 放在這裡 那一樣呢 就抓第二個 OK 抓下來了 有啦 OK 只是說呢 等一下可能它再 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日期的那個欄位多出來 這怎麼辦 沒關係 等於是後面再想想辦法 那一時類推啦 其他就自動它要跑 所以 3個 4個 5個 6個 7個 OK 反正它轉轉轉 就是它在跑 當然會跑一點時間 可是至少 跑完了 至少呢 我們不是用人工來跑 而是呢 用那個什麼 它自己幫我跑 最後怎麼樣 讓它刪除比較簡單 刪除 其實我後來發現 你可以用一招 資料裡面用什麼 排序有沒有 把它用Z到 按照A欄 Z到A 因為它筆劃這個數字會排在 它應該就是日期這個會全部排在上面 有沒有 然後Z到A有沒有 然後再把 然後再把 就是第五列到 第二列到第七列的這邊把它刪除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再來是把它怎麼樣 再重新排回去 A到Z 這樣就去掉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還有另外一招啦 就是說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從這邊一直往下找 找日期這兩個字 如果找到以後再刪掉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哪一種寫法比較簡單 你就用哪一種寫法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剛剛我寫的這個程式 待會兒也會把它貼在雲端上 所以你們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